来关注俄乌冲突 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战报称 俄军在顿涅茨克、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等多个方向发动攻势 消灭乌方武装人员 摧毁十辆装甲车和其他多种乌军装备 俄空天军击落乌方一架米格29战机 俄防空部队拦截乌军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的13枚火箭弹 并击毁22架乌方无人机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层部发布的战报称 乌军过去24小时内在红利曼、巴赫木特等四个方向击退俄军60多次进攻 乌导弹和炮兵部队对俄方三个控制点 两个人力核装备集中区、两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目标进行打击 乌克兰空军还对俄方人力核装备集中区实施9次空袭